华为畅享旧PLUS深度评测 下集 关于NOTCH屏幕 官方介绍它是全面屏当中为数不多 兼具分辨率与色域双高的素质 6.5英寸 1670万色复响液晶屏 高达15比1的对比度 阳光下无论是产业信息还是浏览照片 依然清晰亮丽 高达2340×1080FHD加的分辨率 397ppi的像素密度 加上视频增强算法 让暗部细节完美重现 在我的三天使用时间里 无论是上下班的地铁 还是宿舍推剧 或者是和朋友一起传人游戏 都能够带来不错的视觉体验 色彩上确实要比2000价格段位的机型更绚丽 对于德国莱茵阵证 让用户在敷衍健康上有进一步的保证 尽管中框部分采用了弧形二角设计 但屏幕左右两侧的边框宽度表现 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对比iPhone XS Max来看 两者边框宽度都差不多 机身四周的按键布局和开孔做的极简 听筒处 巧妙的贴合在屏幕的上方边缘 SIM卡卡槽方面支持TF卡拓展 卡槽并不是一般的雨货卡槽 而是可以放入完整两张SIM卡和一张TF卡的设计 保留3.5毫米耳机孔的做法给个好评 槽点式充电孔依然是Micro USB 如果放在1500价格段位内 考虑到成本取舍其实也无可后悔 另外这一次华为畅销球Plus 整个机身背面也是做了一些设计调整 采用了3D板台收服设计 给用户5.5英寸手机的握感 同时后置强韧性材质 在汲取玻璃材质的手感和光泽的基础上 更加的坚韧耐摔耐用 契合年轻群体 活泼运动的特性 幻夜黑 保时蓝 英雲粉 极光紫四周时昂配色 更是紧跟渐变色的潮流 降低部分官方资料显示 华为畅强球Plus 后置1300万加200万双镜头 F1.8光圈相对于F2.2光圈 进光量提升50% 提高最高速度 降低噪点 前置有1600万加200万像素的智能 人像模式 前置1600万F2.0光圈 高解析度的镜头 半光光电下可实现四合一 等效2.0mm的大像素 当然了 作为吃瓜消费者来说 厂商之间的参数大战 更多的是不看广告 看着要效 性能方面 麒麟710在之前的评测当中 为大家仔细过 总体来说 这颗SoC的综合能力 和骁龙660是旗鼓相当的 但是具体调度方面 则会有约微的差异 所以这一次 换为畅强球Plus 实测游戏性能 和之前部分 骁龙660机型的测试结果来说 是比较相近的 当然 对于正环手机来说 其实大家虽关心的 还是续航方面的表现 毕竟12nm的 麒麟710 SOC 加4000环石电池 理论上续航表现不会太差 根据100%的电量 重度使用5个小时来看 华为畅强球Plus 最终剩余的电量是39% 相比电手量 只有3400环石的枪米8 提升明显 重度使用一天 基本无压力 总结 通过这两天的使用来说 我觉得华为畅强球Plus 在1500元价格档位的 机枪当中 性价比很相当高的 至少比前两代的价值比 高了好几个级别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 1500元以内 买一台 颜值给力 技能不弱 续航有点小回力的机型 华为畅强球Plus 是个值得考虑的对象 加油 转发